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鑑於百年車站門司港內的星巴克 讓旅客在繁忙的九州旅途中 快速地邊享受一下大正時代的歷史建築 邊喝咖啡提神一下 門司港站屬於北九州市 為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與本州的山口線下關事只有一條之隔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元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央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馬上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室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利用咖啡來傳達歷史 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時期又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厚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tomark一樣 非常的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福岡產的苦鈴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 跟黃白色調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充滿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裡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200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是景點可以參觀 比方說舊門司三景俱樂部 是愛因斯坦曾經下他的飯店 門司港Retro展望室 可以從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九州鐵道紀念館展示了許多鐵道文化遺產 乘船或走路皆可到達的下關 也有超多可以玩的景點 包博有空再介紹一日遊給大家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我們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